刘伯源的英文教师正确发音片第57集 你看,已经讲了快300个单字 这些单字大家可以了解到都是常用 发音本来不太清楚,不太会发 那现在是不是感觉到比较有点概念 像这个bridal bridal就是马的那个缰绳 你不要念成这个自然发音法 bridal不是,所以它这个英文发音不规则 它这个字BRI,好像念起来念bridal 它不是,它念bridal 那音标里面,KK音标里面 它L放在后面就像一个惊叹号 念前面就是L,bridal 它有点像O的音 可是又不是,比较没那么清楚 比较,这种音有时候可以混过去就好 bridal 就是带一点卷舌 但发音不会比O上面一点,bridal 就是江神,马的江神 那brilliant brilliant就是很明亮的也可以 或者是很棒的也可以 但我们一直只讲一个意思 免得太复杂 我们这边讲的是很明亮的 brilliant 但是你说,不对啊 他是这个人brilliant 这个很聪明 没错,都对 我们只讲一个意思,brilliant 那brilliant的,现在也讲英国 他是真的应该要讲brilliant 不然你讲English 他只是英格兰的 当然英格兰是英国最大的,没错 可是你还要尊重他 是不是 British 他念British British 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 他是有一个民族组成 又很多国家是有不同民族 所以 如果是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不同 那这个要特别小心啊 这个 大家很敏感的啊 你看不起我啊 你为什么不提我 你提他 所以一个国家 两个以上民族 那国家最麻烦 就有国家认同 国家分裂的问题 所以 这要特别注意 像这种 我们要尊重其间 我们尽量用brilliant 用brilliant 尽量不要用English 你用English 大家也懂啊 可是 尊重 尊重比较好 就像你到美国去 你要尊重黑人啊 不然黑人不高兴啊 印第安人算人数很少 不高兴啊 那台湾是四大族群啊 这个本省外省 这个 客家人 原住民 你都要注重啊 你不能说把原住民当空气啊 是不是 那 英国也是啊 英国也是四种啊 新英格兰 威尔斯 那个 苏格兰 北爱尔兰 都一样啊 甚至很多国家都是一样啊 它就细分啊 苏格兰也是很麻烦 苏格兰也是 有亚洲部分 欧洲部分 一大堆很复杂 所以这个 所以 人种一多就 民族一多 就很麻烦 那尤其你看 世界什么 火药库啦 以前巴尔干半岛啦 现在那个土耳其啊 不是土耳其啦 伊拉克啦 叙利亚那边也是 那是库德人很麻烦 或者是缅甸的 那个洛兴汉人 都很麻烦 British 它是念British 不要念British 它是British 那我们说很宽的呢 它这个字是Broad 不要念神不卷神的Broad 它是Broad 它带一点R的音 Broad 这个音一般人发不准 Broad 那像兄弟呢 他是念Broad 你不要念是Brother Brother 他是Brother 他是R不卷蛇 带这个R的音 Brother Brother 那妈妈跟爸爸音 就不一样呢 妈妈跟这个音一样 这个妈妈跟哥哥弟弟是站在同一边的 Mother Brother 爸爸另外一边 爸爸就卷蛇 Father 你如果念错就怪怪 如果妈妈也念成卷蛇 Mother Mother 就不对 或者父亲念成Father Father也不对 爸爸是卷蛇的 Father 妈妈不卷蛇 Mother 哥哥弟弟不卷蛇 Brother 那姐姐妹妹就落单 落单啊 她是那样Sister 她是 也带额的音 Sister 不是Sister 不是Sister 不是长音的E 她是Sister 所以 父亲是Father 卷蛇 妈妈是不卷蛇 是Mother 哥哥弟弟也不卷蛇 Brother 妹妹也是带额的音 Sister 这一般人恐怕四个都念错 Brother 那我现在有五个YouTube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看这个 缰绳呢 是A set of leather straps 它就是一套呢 就是皮做的一些皮带 那带着有这个塑胶带 尼龙带 皮做的 一般那个马的缰绳 就是皮带 Ded a put around horse's head 就套在马的头上 to allow its rider to control it 就是让他的骑马的人 骑马的人去控制他 所以那个缰绳呢 就是 就是你让 为什么 怎么让马跑呢 怎么让马停下来 你有马刺呢 削上马刺 Spur 两边一夹 也带一点痛 可是他又不会太痛 因为马的皮很厚 他觉得有点刺激到他 当然要训练了 哦 你用那个马刺刺我 我就跑啊 如果多刺几下 我刺的用力就跑快一点 飞快 如果普通刺就慢慢走一下 太快要刹车了 这个 这马交通工具 他没有刹车啊 他没有油门刹车 油门就是Spur 油门 马刺 刹车呢 哎呀 就是缰绳 一拉 如果你轻轻拉一下 他就稍微跑慢一点 如果拉很用力 就急停刹车 把油门踩死 就是 就刹车 Brettel就是 马的 刹车 A set of leather straps 所以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那个strap 也是那个环呢 就是你拉那个环 免得摔倒 就是一样 That are put around the horse's head To allow his rider to control it A set of leather straps That are put around the horse's head To allow his rider to control it 我们写个例句 The cowboy said to bridle on the horse's neck 讲是讲马头啦 其实是放在那个马的那个 马头也没错啦 但一般好像在脖子那边 从那个马的牙齿那边往后一直拉 他主要是套在马的牙齿上面 The cowboy 口腔 也不能说牙齿 口部 The cowboy said to bridle on the horse's neck Brillian 很亮的 Very bright 非常明亮的 Foot of light 充满了 这个光线 Shining 很刺眼的 很明亮的 Or bright in color 或者颜色呢 很亮 所以不一定是阳光啦 那 你说这个色彩很明亮 The dark and sky 然后英国的呢 Of or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especially England 就是跟那个 我们叫大不列颠就这样子过来 大的 不列颠 不列颠就是Britain 那尤其主要是指英格兰 那当然大了 比如说我们讲台湾 一般讲台北 比较多 首善之都嘛 那大陆呢 就是讲那个 中国我们就讲那个 北京上海 这两个最大嘛 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 都是比较歧视 不是讲北京就上海 北京就政治中心 上海就经济中心 Are we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especially England 比如我们写个例子 Are you accustomed to a British breakfast? 你对着英式的早餐 英国式的早餐 习不习惯? Are you accustomed to a British breakfast? 然后brought是很宽的 larg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就是那个 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但是它large 它很大的 比较 就是比较宽的 比一般要宽的 larg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比如写个例子 例句 Jack has an extremely broad forehead 那杰克呢 他有一个异常宽大 额头很宽 额头很大 很宽 Jack has an extremely broad forehead 那这个额头也可以 也可以用brought B-R-O-W 也可以 forehead也可以 前额 前额很大 很宽 broad 在这个字不熟 Jack has an extremely broad forehead 那兄弟呢 brother a boy or a man he has one or both of the same parents as you 就是一个人呢 一个男生呢 男孩呢 或一个人 他呢 是 他跟你一样 都是同样的父母生 当然这样讲也不太好 因为 当然也有那个 同父异母 同母异父 那是her brother 这个brother就是同父同母 一个男生 或者一个男人 他跟你 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叫兄弟 a boy or a man who has one or both of the same parents as you 例句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我有两个兄弟 跟sister 那老外是不分 那个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 堂啊 表 他们不分 他们认为这个 反正不是解决妹妹 这是习惯问题 我们觉得很习惯 我们就哥哥啊 弟弟啊 兄啊 弟啊 讲得很清楚 老外不讲 他觉得不重要 那不重要 我们是讲我们自己 我讲你 讲我 你的哥哥弟弟 反正就是你的兄弟啊 比你大比你小 不重要 你真的要讲 就是older 或者elder 那就可以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那我们再把这些 例句念一下 就是熟悉一下 他的正确发音 bridal 江神 The cowboy set a bridle on the horse's neck The cowboy set a bridle on the horse's neck brillian 很亮的 或者人很聪明的 天才的 很厉害的 出色的 都可以 I saw a brilliant star in the sky I saw a brilliant I saw a brilliant star in the sky british 就是不列颠的 英国的 真正的英国的 不只是英格兰的 Are you accustomed to a British breakfast brought 很宽的 Jack has extremely broad forehead Jack has extremely broad forehead 兄弟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那这边写二 也可以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也可以加一个 only one sister 都可以 这只例句 例句就是 只是举个例子 没有标准答案 就好玩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最后 这五个字念一下 Johnson Bridal bridal 很亮的 很前处的 brillian brillian 不列颠的 全英国的 british british 很宽的 brot brot 兄弟 brother brother 这集讲到这里